新海商场合理台上任后展开了华阳部落聚会规划设计 向中央来争取经费 历经四年多时间在11月4号正式动工 部落头目陈金福率领族人们以阿美族传统仪式来祭祖 祈求新建工程可以顺利 新海商场合理台107年12月25号上任之后 就展开争取新建华阳部落聚会所的重大工程 并且向中央立法委员、华严新政府 华丽新会争取相关经费来充实新建部落聚会所 华丽部落聚会所历经四年多的时间 4号正式动工了 部落头目陈金福 现任相公所专员葛秋夫和部落主人们 以阿美族最传统的祭祈来敬拜祖先 请求工程期间能够顺利完工 现任相当合理台相当重视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上任之后就积极地争取经费 让部落主人们有一处属于自己的空间 办理风年纪和各项活动 乡长刚上任的时候 他的计划有跟我们代表会 也私底下也跟我们几个代表里面也讲了 他的希望就是说 新城乡的每一个部落 居然有一个聚会所 因为乡长看到我们原住民在办风年纪的时候 都在太阳底下搭着王 不好的场地里面来试试风年纪 他感到非常的心痛 所以说他立志要一部落一聚会所 他的计划这样子 因为干一个聚会所要多少的经费 要多少的钱 相公所有没有这种能力的自筹款 来完成这个五项工程 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到 一个机会所一项一项的就来了 而且呢 也不惜带着我们代表 还有科长到立法院 向两位委员 曾天才 陈寅 来召集 严明处的 严明会的 这个主委 到场里面来听简报 来我们来征集这个经费 一项一项的 你看我相信 在怎么样的这个艰苦之下 乡长还是非常关心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忘记 人家对我们的照顾跟关怀 好不好 好 我们也预祝 今天我们的这个工程呢 能够顺利完成 现在在和立台表示 现在向有列圈多位 原住民族各个族群的主人们 在这里生活 尤其阿美族人口 就占了十千多人 大家记住这里的族群 可以说是相当融洽 华阳部落聚会所 4号东宫之后 一直在明年7月份 华阳部落 封年纪的时候 就可以启用了 同时也实现 现在向着和立台 以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 华阳部落在不在 在 记者金鸿义 新城相报道